歡迎回到庶民大德家 來看到現在傳出 蔡英文要求軍隊要特戰化 所以陸軍下令說 志願一體能訓練標準 將要空前的嚴格 也就是要在一年之內 訓練他們到可以長跑10公里 基層就形容這訓練標準 真的是直逼特戰部隊了 好啦 但是軍方說 沒有 我們還是讓你們 慢慢緩步的來增加 所以說現在從9月12號 到年底這段期間是怎麼樣呢 讓大家兩週跑一次 每週只跑5公里 但是明年1月1號開始 就要變得更強度增加了 明年的1月1號到年終 到6月30號是每週一次 從兩週一次變每週一次 那還是跑5公里 但是等到明年的8月開始 那就不一樣了 每個月開始增加1公里 等到12月的時候 就變成到達10公里了 所以呢 等到到2025年開始 就請大家 這個叫做每週都要跑10公里了 哇塞 這是不是很嚴格了 IP說是 這真的是直批特戰訓練的等級啦 好 但是這會衍生很多的問題啊 包括那你勤務跟支援部隊 是一體試用 大大通通都是每週跑10公里嗎 那你要比照特戰部隊 來發給家籍嗎 那你醫務役跟支援役的標準 要一致嗎 那你怎麼平衡戰力呢 好 陸軍司令部說 現在是個訓練是不計時 也不強求 然後呢 我們的年度體能檢測呢 還是按照原本的體能檢測項目跟標準 那這樣子大家是練辛酸的嗎 好啦 除了要按照特戰的標準 來訓練大家跑10公里之外呢 也傳出明年一年期在這個一南啊 恐怕是13分之一會抽到金馬獎呢 哇 那大家都很害怕 難道我也要到前線去了嗎 國防部趕緊來讓大家放心一點 他說沒有沒有會依照護籍 還有大家的志願為主 真的嗎 那請問為什麼要抽籤呢 到底是只是讓大家安心 是偏偏大家到時候還是一樣 要把人送到外島去 而且是用抽籤的嗎 好 就算官兵真的達標 政府會願意比照特戰部隊給家籍嗎 那明年一年期的義務役不是就要入伍了嗎 但是這個志願役的缺口超過5000個人 要是這些義務役的特戰水準的志願意識 一起來服役的話 這個戰力真的能夠整合嗎 那麼一整隊都被訓練成藍波 然後要搭上義務役的菜鳥兵這樣 有辦法可以打仗嗎 我們預防委員怎麼看 你有沒有講 我講好了 我先講 因為前半部我比較像 好 你講 因為我是預官步兵排長 然後從桃園機場守一陣子就到金門去 然後還特別我是金中市 我們是青莊市拿M16的 所以我們除了購工以外 我們都夜行軍在外面 我們沒有大車 我們沒有大車 人家下基地一次我是下兩次的 我可以是可以 我意思是說 你不要話說 你知道我們預官是因為 比較不會考試的 不會考在邊緣的才會當步兵 因為分數太高 好 我先講一下說 即使我們算是比較特別的步兵 然後我是守機場的 我們頂多也就是 剛好我就是帶背執行官的時候 然後每天早上去跑戰備步道 然後跑機場 也不用考10公里 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是有一點點 這是美國人要求的超人 還是美國隊還是怎麼樣 你知道我覺得 因為美國那些人 其實對台灣不是很懂 你看他 他當了國安會的國家安全顧問 竟然以為我們要搭AK47 你知道嗎 這簡直是一個軍火商的前客而已 我還要跟各位溝通 川普那四年 國務院就跑了一半的人 現在還補不回來 因為大家都很不屑 你知道 國務區內其實是軍火商 所以他們講的這些話 可是可以嗎 我之所以體能要練是沒有錯了 是沒有錯了 但是話又說回來 我們現在不管是EUV資源域 我們很多有一些不是只是在做體力的而已 我們應該還有資訊戰什麼的 一大堆那些很多的那些東西 為什麼 我覺得美軍還是想到二次大戰還是越戰的是不是 這些告訴我們這些人 OK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說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這個資源域不夠 那資源域不夠的時候到底是為什麼呢 我們如果買了那麼多的軍火 如果我現在願意給 我坦白講 我願意給資源去Double 是可以幫他們 可以讓他們多留幾年 我不曉得是可以多五年六年或是七年 我覺得對他們年輕人 因為他們如果去做的話 三四月以前就職業軍人就退了對不對 可以第二春 我覺得這樣是更鼓勵 而且可以訓練配合美國 就是說他在當兵的時候 可以訓練他去做另外一個工作 不管是工程師還是怎麼樣的這些東西 而不只是靠一個打巷戰的 然後在攤頭裡面要做決戰的這些東西 我想這是第二個 因為他現在因為在勞美的之下 要變成恢復一年對不對 然後賴清德忽然就要開支票說 你們以後不會上戰場 你在講什麼意思 就是說那我們資源域不是就要去上戰場 要去死的嗎 那你為什麼要分這樣子呢 你看剛才我在講成績中 他們分軍公教跟農民的階級對不對 然後現在要分老人跟年輕人嘛 然後現在要自願域跟義務域的 你看真的搭戰起來 有分前線跟後 你知道嗎 有分這樣子嗎 沒有好分的好嗎 那我也想一想說 反正就讓他們自願域 即使他們臉薪水比較多就好了 我正在愛國的時候 我當然我也 我即使是不是自願域的 我已經65歲的 我也要去拿槍 你還記得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 這樣的所謂的國軍 這樣子的概念 是以前都是顧勇兵 是拿破崙的時候才有是 大家打仗的事的罪 你看一個老太婆 以前也講說 我的先生戰死的 我的兩個兒子都隨拿破崙戰死的 然後你會覺得 恨死了拿破崙對不對 不對 當敵國開始要打我們的時候 老娘 你們祖母也要抓錢 自己去收台才對啊 所以你看 賴神 你是什麼東西啊 分化年輕人 跟分化資源域跟這個EUV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大家都覺得說很奇怪 那你這個志願域 要跑10公里的話 那一無一要不要跑10公里呢 可是如果這訓練 又可以不強求的話 那官兵幹嘛又要花力氣 花時間來訓練呢 再來說要抽籤去外島 結果現在又說 沒有沒有 要看大家的意願啦 那既然可以看意願 那為什麼要抽籤呢 蔡政府整天對著大陸 喊打喊殺 怎麼國防政策一被質疑 好像馬上就要轉彎嗎 裕方委員 我們講特戰話啦 很多人就會大概講海鮑部隊啦 但是那是特戰部隊裡面的精英的精英啦 不要這樣去比啦 那個100個人裡面 大概抽不到一個人 可以進到還是這個海鮑部隊 更不要講說要訓練出來的話 那大概很多人中間就退伍了 就就離開了啦 就不合格嘛 所以我們就不要講 我們就講陸戰隊啦 陸戰隊其實他也是一種 所謂的特戰部隊啦 那種作戰的能力就真的是很強 跟人家不一樣 但那種強是怎麼來的 第一個是體能的訓練 要比一般的部隊要要嚴格很多 第二個要有所謂的特技的訓練 你要特別的一些的技術 像海鮑部隊 他會進行海下的 水下的這種爆破等等這些 而且一個人可以具備好多種 這樣的一個能耐啦 所以他要花時間 而且是很辛苦很辛苦的訓練 那你講說外島 接著我們講外島 我也在外島 我是在重裝師 你在清裝師 這個我也是預官啦 那坦白講外島是 你就是沒有辦法常常回來嘛 我們那時候更辛苦 我在那邊大概是一年 而且那他還有所謂的炮戰 所以炮戰還是會殺死人的 那你一抽到金馬獎 很多人就當場就臉色大變 因為他有女朋友 而且非常好 就差不多要論分價了嘛 大學畢業嘛 有研究所畢業嘛 那你現在一去那裡 就擔心病變嘛 對不對 你在你到外島 女朋友在台灣造反了 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很緊張很害怕 現在大家好一點 我最近的情景 我沒有追 最終我不曉得 或許幾個月可以回來一次 總之他沒有像在台北當兵 在高雄當兵那麼快樂啦 對不對 因為你回來 你不坐船就坐飛機嘛 雖然還有誰在坐船嘛 你在那邊搖晃就把你給 你就承受不住了 就坐飛機嘛 對不對 那你也不可能 天啊讓你坐飛機回來嘛 所以資源藝人 藝物藝人也好 資源藝人也好 你叫他去外島他當然不是那麼喜歡 那我們現在就要問 你最近的構想好不好 像你這個資源藝人 要讓你特戰化 對不對 然後這個要 你一無意的呢 就要讓你去外島 這些都涉及到體能的訓練 或者會讓你不太方便 沒有辦法讓你常常看到家裡人 或是你心愛的人 對不對 就這樣是對的啦 你外島還是要有人去去駐守嘛 現在部隊給我們那時候是 少了太多太多了 太多部隊集中在那邊是危險的 在美國一直告訴我們不要這樣做 但是太少人也不行 太空虛了也不行 所以一定要有人去 那為什麼會這樣大的轉彎 不管對資源藝的特戰化也好 或是義務藝的外島當兵也好 為什麼民進黨 講的話要把他收回來 我告訴你啦 就是選舉萬歲嘛 你在想他們的很多的行為 不是跟錢有關的 就是跟選舉有關 或這兩者其實就是一體的 你現在年輕人 很多人不支持賴清德 那你現在如果說 要讓他們嚴格的訓練他們 你這些所謂的資源藝的 然後呢 義務藝的 要很多人要到外島去當兵 他們不爽他家裡也不爽 女朋友搞不好就更不爽了 所以這樣子 這樣子一來的話 你選舉票就沒有了 而且馬上就要選舉了嘛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軍隊 我們的國防部上次的這些人 我們有時候會引起人們的憤怒 包括這些軍人 會看不起他們有人在哪裡 你們都像政治低頭嘛 對不對 你不是走專業化 你今天你國防部 如果你規劃出來的東西 非常的專業 這樣子對戰力的提升 是最有幫助的 外島要增加人 你資源藝一定要去 然後呢 我們的這個資源藝 一定要好好的要去訓練 對不對 要好好訓練 要加強體能的訓練 你要跑 要跳 體能要很辛苦的去折磨你 增強你的體力 那你就這樣去做啊 結果不是 那時候選舉很重要 你趕快 又收回來 你這樣子 做多做了幾次以後 來這個領導統一 就沒有辦法推行了啦 你上面講的話 放屁嘛 講完自己把它收回去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很無奈的事情 鄭鳳老師想補充 但是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